有着米其林餐厅背景的土耳其主厨阿蒙 被不少人称之为天才厨师 14岁学厨 19岁在迪拜开启人生第一份工作 从此在厨艺之路上一路开挂 37岁的他 已在6个国家多个五星级酒店工作过 擅长烹饪地中海风味菜肴 4月15日到25日 阿蒙受邀做客兰州 成为当地一场主题为地中海美食的主厨 在中国西北找寻他的客作世界 在近20年的烹饪技巧打磨中 阿蒙擅长以食物来描写故事 他现场接受中心社记者专访时表示 每道菜都有故事 每个地方的食物和文化都是相通的 了解当地民众饮食习惯 民俗文化也是客作主厨 最为重要的准备工作 阿蒙很喜欢中国的历史文化和中餐技巧 2014年阿蒙携妻子定居中国苏州 任职于苏州凯越酒店 他认为在中国做原汁原味地中海美食 既要保持住美食的抑郁风情 又要让本地民众爱吃才可以 这也是他一直学习和改进的地方 为探寻中国食客味蕾的秘密 阿蒙还前往当地博物馆 文化工等地找寻本土元素 和中国客人聊天询问意见 随着中国与世界交流增多 品尝异域风情美食成为各地民众的向往 邀请外籍主厨做客他乡 烹制特色美食 更成为了以后中国诸多餐厅推广宣传的新方式 在4月15号到4月的这个25日 举行这个地中海美食节 其实考量到就是把这个土耳其 把西班牙还有包括意大利及法国的 各国的不同的美食的这些 刚才把它带进来 这次是来自土耳其的这些 不同的这个一系列的菜品 包括这个菜品方面呢 其实是有很多的创新 包括当地没有的东西 这次Chef阿蒙会亲自把它做出来给大家 阿蒙在中国工作时需要将美食的甜度降低 而在俄罗斯工作时要减少辣度 每份菜单都需要根据当地饮食习惯来确定 他的终极梦想是开一家混合式餐厅 希望有土耳其 法国意大利等地道美食 也有中国餐的琳琅满目 isson esta风 đây是我们的 阿蒙会 ****